第291章搜查欢乐农场 这些警察仍是市里来的 主要是调查猫蛋和立春 这些犯罪团伙证据的 因为昨天得到一些线索 再次到王景村调查取证 这些警察起得太早了 肚子有些饿 于是就在汤匙医馆附近 吃点米粉稀饭之类的东西 填饱一下肚子 可是赵凯这群人 是太过招摇 又喊又叫的 稍有不爽 还想殴打卖饭的老婆婆 这下子 吃早饭的警察是看不下去了 过去呵斥几句 以为这些人呢 只是宿醉未醒 没想到其他事情 可是这一呵斥不当即 赵凯这群人居然作死 跟警察应怼起来了 细心的警察一看 这些人状态不对呀 这明显是吸毒的症状啊 于是带队的警察一挥手 决定先把他们逮起来 回到局里 做一个鉴定之后 再说 赵凯这些人呢 正是自我膨胀的时候 那叫一个激烈反抗啊 那叫一个闹腾 疯狂的嚎叫声 整个村子都能听得到 不过 他们终究是被吸毒 搞垮了身体 三两分钟就团灭了 王平安跑过去看热闹的时候呢 警察正在打电话求助 让附近执行任务的同事 派两辆车把这些人全部抓回去 你们这些刁民 一定想害朕 王平安 一定是你找的警察 肯定是的 你等着 我一定会回来的 你们这些人 都该死 我不服 我喝多了 我谁都不服 我只服墙 乱糟糟的是一片的 吼什么的都有 这让农村的人是长了见识 甚至拍了照片 发了微博和朋友圈 王平安是一点的无辜啊 耸耸肩 自己真的是想搞赵凯这群人 但是还没有想到办法 就被警察赶在前边 把他们解决了 他甚至怀疑 自己是不是使用了运气加减服 给奶奶使用了厄运服 给自己可以使用幸运服吗 不过王平安可以确信 自己没有用过幸运服 这件事呢 纯属巧合 甚至可以说 这是老天爷在帮自己啊 很快 来了两辆警车 把赵凯这群人都抓走了 这么一闹腾 来了很多围观的村民 这时候 带队的一名中年警察 趁机问道 各位相信 这些人可能是在这里聚重吸毒 这是违法的行为 有谁知道 他们的住所 我们要搜索一下 才能进一步确认他们的罪行 不用王平安回答 来往就已经抢先喊道 检察叔叔 我知道 他就在我们桃园隔壁住 那位外表四十来岁的中年大叔 脸色一黑 认真地纠正道 论你年龄 你喊我哥就行了 不过 还是喊我同志吧 好的 警察叔叔 来往从善如流 规规矩矩的回答道 带队的警察黑着脸 不想给他一般见识 装作没听到 顺着他指的方向 带人去搜查 欢乐农场 村支书王德利早就听到了风声 跑了过来 亲自给警察带路 他们走在前边 好多村民呢 跟在后面准备看热闹 王平安不是一个喜欢看热闹的人 只不过 他的桃园就在隔壁 也只好跟着大家 站在一边看热闹 欢乐农场的大门是锁着的 村支书王德贵 努力了几次 尝试了几次 都没有能够打开 警察呢 也有开锁方面的训练 不过没有带工具 也不好操作 这大白天的 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也不好意思翻大门过去 队长 怎么办 警察有些为难 小声询问带头的中年警察 中年警察也很为难啊 左看右看 不知道该如何决策 就在这时候 王平安抱着一块大石头 走了过来 砰的一声 把欢乐农场的大门的锁链 给砸开了 虽然石头也碎了 但是毕竟目标达成了 不用谢 王平安拍拍手 站在大门一侧 请警察先进 毕竟呢 大门的周边 装了无数的监控摄像头 自己抢先进门 就犯了忌讳啊 中年警察愣了愣神 自己没有感谢他的意思吧 这么厉害的破门手段 太可怕了 简直是恐怖如斯嘛 这个人要不要也抓回去审一审 不对啊 这家伙有点面熟啊 太帅了 昨天晚上好像找过他谈话 记得他是军区某领导的外甥 算了 暂时不审了 中年警察在内心是纠结了一番 才深深的瞅了王平安一眼 带人走进了欢乐农场 村里人都是来看热闹的 自然也跟了进去 虽然有警察想拦住他们 也没有能够如愿 这时候 王胡酿听到消息 也从村里的老宅跑了过来 气喘如牛 一脸惶恐 生怕被赵凯这群人给连累了 欢乐农场里的果树 被赵凯这群人破坏了一些 有些碍事的地方呢 直接被砍了 只是因为耽误他们停车 在正中的位置呢 歪歪扭扭 停了六七辆百万以上的豪车 有一个新搭建的铁皮棚子 里边摆放了一套 极为昂贵的音响系统 地上是摆满了酒瓶子 以及脏湿的内衣 用过的套套 用过的注射器 更让人惊奇的是 在这个铁皮棚子四周 以及内部 也有很多监控摄像头 在棚子的一角 有一排监控屏 还有储存设备 机器呢 一直在运转 不用怎么费事 一名警察就调出了 昨天晚上的监控 那场面呢 让看惯了日本爱情动作片的观众 都大开眼界 觉得不需此行啊 原来吸毒的人可以玩得这么疯啊 哇 成会玩啊 围观的村民是炸了锅 觉得被赵凯这群人刷新了三观啊 虽然警察很快就关闭了这些监控视频 依然让很多人看到了 全部封存留证 中年警察命令道 是 队长 我们回去再看 年轻的警察熟练的回答道 围观的村民们 有点不乐意了 不过 他们也不敢多说什么 毕竟有些敬畏一身警服的警察 这是谁的过源 什么时候开始租给赵凯的 能站出来一下 协助我们调查吗 中年警察朗声问道 村支书王德力抢先回答 李队长 这是王洪亮家的果园 大概是一个月前租给赵凯的 哎 洪亮啊 你也来了 你赶紧帮警察同志解释一下 顺着王德力所指的方向 众人看到了一脸紧张的王洪亮 啊 这个 我只是租给他种果子 我没想到他会干 违法的事啊 王洪亮觉得麻烦大了 哭丧着脸 回答道 承包合同拿过来 我们看一下 中年警察也没有为难王洪亮 只是公事公办的说道 哎 好 我这就回去拿 王洪亮说完 抹着头上的汗珠子 又往家里跑 折腾到半晌午 警察才把这里的事情处理干净 找到了更多的证据 随后呢 让王洪亮新找了一把锁 锁上了大门 而王平安看足了热闹 早就回到桃园 和朱冲酒呢 签订了合同 没花一分钱 得到了百味酒楼的三成股份 只需要给酒楼提供足够的极品食材就可以 这对两个人来说呢 都算是一件喜事 需要喝点酒庆祝一下 不过新装修的别墅那儿呢 却出现了一点质量问题 第三方监理公司的负责人 通过检测 却发现别墅里的甲醛等有机化合物超标 王平安没觉得有多严重 却把许晴给气坏了 丢下手中的事物亲自赶来 要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 第292章 招财猫 本来吧 王平安觉得今天很愉快 邻居赵凯栽了 自己极有可能得到隔壁果园的土地使用权 简直就是幸运女神附体啊 而且猪虫九猪老板 千里迢迢 啊不 只是百里迢迢 前来桃源 送上百味酒楼的三成股份 只要自己答应全力供应极品食材 以前还说要出钱购买这些股份 现在连钱都不用了 白得到这笔钱 折算成现在的市价至少值三四百万呢 这么开心的一天 如果不是别墅验书出现问题 说不定王平安现在就开始做午饭 准备喝酒庆祝了 那啥 这个甲犬超标是怎么回事啊 有什么危害吗 王平安询问第三方监理负责人 轻则生病 重则要命 第三方监理负责人是个文艺青年 说话极腹韵律 这么可怕 王平安吓了一跳 堂堂转世先人 没死在转世途中 也没死在敌人的暗算之下 却死在自己豪华装修的房子里 这就糗大了嘛 于是他掏出手机 认真地搜索一下甲犬 以及相应的危害 这一搜顿时吓一跳啊 不仅仅是甲犬问题 还有什么本化合物之类的 如果长期居住在这种环境当中 是有可能得到癌症 白血病等恶性疾病啊 装修公司的负责人 一脸尴尬 站在一边心虚地解释道 没有那么严重 我们只是用错了乳胶型号 还有油漆的品牌 甲犬稍微超标 敞开门窗 算几天就好了 超一点也算超标 而且你们超的也不止一点点啊 你看看人家庭院装修设计公司的 一点质量问题都没有 监理公司的负责人 义正言辞地说道 谢谢您监理啊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质量和信誉 是我们生存的不二法则 庭院设计公司的负责人 谦虚地说道 你们庭院装修 能有什么气味污染啊 就算有 在院子里也测不出来啊 装修公司的负责人 不满地嘀咕道 说的似乎有点道理 但是监理公司的负责人 不想搭理他 按照合同 找出问题 他是有奖励的 胜券在握的感觉 就是这么良好 王皮安摆摆手 说道 行了 先不用说太多 等许秘书到了 让他和你们讨论 后续措施吧 至于庭院装修公司的 你们把账单拿过来 我现在就给你们转账 谢谢 谢谢王老板 你结账速度 太爽快了 总共是六十一万二 您给个整数 给六十万就行了 这人说着 把一大堆单据拿了出来 让王平安过目 王平安懒得看 因为之前呢 许晴早就检查过好几遍了 于是签了名字 算是通过验收 然后呢 拿出手机 通过手机银行 直接给对方转账 很快 对方就收到了钱 表示感谢之下 又怜悯地瞅了一眼 室内装修的负责人 这才潇洒地离开 王平安让他们 坐在别墅里等许晴 自己跑到前边铁皮屋 指挥站委和来望 处理食材 在王平安的指挥下 两个粗糙的大男人 现在 宅菜水平一流 配菜水平也是极为出色 已经是一名合格的真板工 荤素搭配六菜两汤 超规格的一桌饭菜 毕竟朱老板还没有走 今天中午呢 要在这里吃饭庆祝 还点名要尝一尝 用饲料养大的野生鱼 以及用饲料养大的果园鸡 如果不尝一尝 这两个招牌级别的极品食材 他今天回去都睡不踏实 那三成股份是白白送给王平安 他也肉疼啊 毕竟百味酒楼是他这大半辈子的心血 打拼这么多年才有今天这份积业 半个小时之后 王平安正准备动手炒菜呢 许晴是终于赶到了桃源 人呐 二宝 装修公司的负责人呢 敢在我重点关注的别墅里 使用不合格产品 不想在宝山市混了吧 花费这么多钱 就是想要一个零污染的房间 过几天就准备搬过来住呢 他们倒好 居然敢用次品材料 导致甲犬超标 太恶心了 绝对不能轻饶 许晴煞气极重 怒火滔天 气得快要失去理智了 如果他手里边有猎枪 估计啊 已经是朝天狂涉 已发泄心中的怒火 王平安第一次见到发怒的许晴 吓了一跳 小心翼翼的 指了指后边别墅的方向 在一楼客厅坐着呢 哼 还敢坐着 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啊 我是说 看我怎么处理这件事 许晴发现自己失态了 立即转换表情 又变成温婉可人 温柔大方的都市利人了 说完 他扭动纤细的腰身 踩着高跟鞋 姿态迷人的离开了 站在厨房里帮忙的来望和站尾 也吓呆了 好半天没敢动地方 大气都不敢出 老板啊 这个婆娘好凶啊 不对不对 是许秘书好凶啊 如果她要嫁过来 以后你得当心了 来望好心好意的提醒道 平时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 发起火来怎么这么可怕呀 哎呀 还是单身好啊 站尾呢也是深有感触的感叹道 王平安扫了他们一眼 懒得搭理他们 两个大龄单身汉 哪有资格跟自己讨论这个问题啊 虽然自己也是单身汉 但自己年轻啊 才十八呢 几分钟之后 别墅里传来许青的狮后声 整片桃园的小鸡都吓得缩起了脖子 大黄狗呢 也是夹紧了尾巴 好几次都想逃进荒山里 但是闻到厨房里的饭菜香味 这才忍住没有逃跑 猪虫九身为客人 坐在铁皮屋里 那也是心惊胆战 觉得这次的午饭 吃得估计不太消停 刚才那位美女 好凶啊 以前见到她的时候 好像不是这样的呀 如果没有打听错 她应该是本省的地产大王的女儿 这种家世 也确实有底气发脾气 又过了半小时 王平安的饭菜做好的时候 许青才回来 情绪好多了 脸上恢复了往昔的笑容 谈妥了 怎么解决的 王平安问道 许青回答 我把装修负责人骂了一通 啊不对 是跟他理论了一通 然后呢 又给他们的老板打了电话 经过双方的友好沟通 他们免去了最后一期的装修费用 我们可以用这笔钱呢 找一家专业的甲醛清理公司 把室内的污染问题解决掉 呃 那就按你说的办吧 王平安也不着急住 自己对于这些呢 又不太懂 就交给他处理 放心 你看看 许青一出马 就帮自己免除了几十万的装修费用 太有财运了 长条尾巴 就能变成招财猫啊 第二百九十三章 二宝是有身份的人 为了表示对许青的感谢 王平安也得卖力做菜呀 特别是最后两道菜 一份是香辣仔鸡 一份是麻辣鱼锅 把自己九成的除神功力都用了出来 色香味俱全 刚才还觉得今天可能吃不好饭的猪老板 第一次品尝到了王平安养殖的果园鸡 差点把舌头都咬掉 太美味了 就算是有人当面告诉朱老板 这些果园鸡是用饲料喂出来的 他也会喷对方一点八二年的雪碧 再骂对方无知 养在果园里的鸡 肯定是吃虫子和野菜长大的 哪有饲料啊 这么好吃的果园鸡 你用饲料帮我喂一个看看 王老板啊 这份香辣仔鸡做的绝了 就凭你这份功力 可以到咱们百味楼当大厨了 朱老板是由衷的赞叹 许晴却一点不屑的说道 我们家二宝天生就是当老板的命 才不会给你当大厨呢 就算百味楼有他的股份也不去 身份在哪摆着呢 王平安自己都懵逼了 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身份 可以摆出来炫耀 浓二代 有症的精神病患者 失败的转世仙人 啊 当大厨不丢人吧 顺便问一句啊 王老板还有什么身份啊 朱虫九呢 也是当大厨出身 听到这话呢 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较真地追问了一句 许晴认真地解释道 花溪大酒店的股东啊 也是老板 就是桃园对面正在建造的那个工程 大股东是百草药业的顾青城 而且呢 我正准备在附近投资几个亿 做旅游产业 准备让他入股 即将成为我的重要合作伙伴 整天有花不完的钱 为什么要去当大厨啊 朱老板差点被枪死 赶紧转移话题 再问下去啊 他都没勇气 要求王平安帮自己提供极品食材了 咳咳 那那啥 咱们吃饭 吃饭啊 这鱼是真好吃 不愧是野生鱼啊 又鲜又嫩 极富弹性 也不知道是吃什么长大的 喂飼料长大的呀 真的 是我亲手喂的飼料 我每天都喂的 战伟是闷声闷气地回答道 一脸真诚 朱老板郁闷得差点喷饭 老子的八十年血壁呢 快拿出来 老子真想喷你一脸呢 喂饲料 能喂出这种品质的野生鱼啊 鬼才信呢 你们这些人 一会儿不打脸就不爽是不是 还是王老板最靠谱 吃饭的时候呢 几乎不说话 非常专心地吃饭喝酒 一点也没有打击到人家的脆弱小心肝 哎呀我去 你慢点 老子的一愣神的功夫 你就把那份干扁豆角吃完了 盘子里的香辣仔鸡 剩的几块全是骨头了 你吃饭的速度 这也太快了吧 麻辣鱼锅里边的五条鱼 转眼的功夫 怎么只剩五条鱼骨头了 肉呢 配锅的豆腐呢 菌菇呢 啪 王平安把空碗往桌上一放 对众人说道 我吃饱了 你们继续吧 我也吃饱了 好撑啊 今天的饭菜太丰富了 非常美味 好幸福 谢谢二宝的招待 你辛苦了 许晴也是放下碗筷 说起了感恩的话 来往和战伟 也是几乎在同一瞬间 放下碗筷 打起了宝格 朱老板是目瞪口呆 哎哟我去 你们这是什么吃饭速度 我明明刚开始吃好不好 你们怎么就吃好了呢 特别是许晴 自从吃饭 你就一直在跟我聊天 你碗里的米饭 什么时候吃光的 这太神速了吧 朱老板心好慌啊 甚至陷入到了自我怀疑 自己这四十年 到底是怎么吃饭的 速度怎么就这么慢 在这群人的面前 自己敢承认会吃饭吗 心好累啊 二十分钟之后 朱老板才吃完这顿饭 带着公文包 向王平安告辞 同时催促他 尽快种植极品蔬菜 饭店里等着用呢 王平安是爽快的答应了下来 表示尽快安排 不会耽误他使用 毕竟呢 已经得到了百味酒楼的股份 那生意有自己的三成 耽误酒楼赚钱 就是耽误自己赚钱 许晴呢 也是趁机告辞离开 说是去城里找一家 可靠的甲醛治理公司 帮着清理别墅里的 有害气体 王平安倒是无所谓 反正也不着急往里边搬 开开门窗散散味 同时呢 也散散屋里的潮湿 就在这时候 王洪亮一脸忧虑的走过来 开口便说 二宝啊 你说我该咋办呀 承包出去的果园 出了这档子事 警察找我谈话不说 那些土地的原本主人 也是趁机闹事 有的要加钱 有的不再让我承包 这好好的一个果园 眼看就要散了呀 有承包土地的合同吗 按合同办事呗 他们闹事也不怕呀 王平安安慰道 每家土地的承包年限不一样啊 有的承包五年 有的承包十年 我虽然有优先承包权 但是他们说我发财了 赚了大钱 非要抬高承包价 有的要一亩一千多 有的要两千多 我不同意 就不让我承包了 这样啊 这就不好办了呀 两人刚谈到这儿 就听到不远处的大伯家 传来奶奶的惨叫声 二一号 甩死我了 大军啊 快来扶我起来 我的腿 可能又断了 一分钟之后 王又军 用轮椅推着全身 试伤的米贵枝 急急忙忙冲出院子 准备去诊所看医生 王平安目瞪口呆啊 这才几天呢 这奶奶居然伤成这样了 都不是什么严重的伤 但是小伤的频率 这也太高了吧 这运气调节服能收回吗 威力也太大了 试了试 好像不知道怎么收回 系统也没有回答 哎 王平安耸耸肩 爱莫能助啊 希望奶奶能够挺住吧 自己不是不想帮他 而是真的帮不了啊 苍天可以为政啊 咔嚓 天空响起一声惊雷 好像又要下雨了 王平安吓得是一缩脖子 尼玛 这片驱的雷电 是哪个孙子控制的 存心跟自己过不去 是不是 只要自己一说实话 一说善意的谎言 总会在耳边响起惊雷声 吓唬谁呢这是 尼玛 等老子返回仙界 一定要调查清楚 到时候 心仗旧仗一起算 哎 你奶奶 太可怜了 这几天不知道中了什么血 天天受伤啊 村里人都说他遭报应了 王洪亮瞅了米贵之眼 怜悯地说道 或许吧 不管怎么说 积善行德 终归是好事 人嘛 只要遇到麻烦 散点财 运气就会好转的 王平安拍来拍他的肩膀 安慰道 王洪亮的眼睛一亮 拍手说道 哎 还说的有道理啊 我多给他们一点承包钱 他们应该就不会闹了吧 第294章 天离滚滚 王洪亮 以为得到了解决麻烦的终极傲益 兴高采烈地回去了 准备散财 解决麻烦 王平安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默默地叹了一口气 暗暗嘀咕道 自己只是提供一下建议 出了事 可不能怪我呀 师父 您老人家在这儿嘀咕什么呢 汤神医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了 学着王平安的姿势 坐在何边 托尔 为师 王平安转过头 看到汤神医苍老的面孔 飘逸的花白长须 想说啥都忘了 师父 您说 托尔 听着呢 汤神医不愧是做过御医的人 脸皮厚着呢 我啥都不想说了 王平安转过头 继续看鱼 觉得还是鱼最单纯 不像有些人 一把年纪了还装嫩 师父不说 那徒儿就说几句 汤神医今天只接诊了二十名病人 总算是有时间出来溜达了 上边催得紧 不敢耽误时间 找到王平安呢 就直入正题 王平安点点头 看看天 乌云滚滚 起风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下雨 汤神医清了清嗓子 开始说起了正事 师父啊 不知道你对当今的江湖 有多少了解呢 没有了解 不过我知道 不管是江还是湖 里面都有鱼虾 和我面前的小池塘 有区别吗 汤神医抹了抹额头的虚汗 尴尬地笑道 师父 你说的似乎很有道理 不过我要讲的江湖呢 不是这个江湖 而是 算了 咱们不说江湖了 那药王谷里的奇花异草 其实呢 是一位江湖七人培育的 火参呢 这是其中的一种灵药 平常人吃了 可以延年益寿 病人吃了 可以补气血 去恶疾 就算是 就算有 关我什么事 王平安总算是 收回放空的目光 瞥了他一眼 汤神医深吸一口气 鼓起勇气说道 师父啊 既然能够平安进出药王谷 又有一身 去毒针法 甚至身怀神秘的医术 是不是曾经得到这位奇人的衣钵 现在江湖上风云暗涌 却没有人敢来打搅师父 正是因为大家都有这种猜测 不敢贸然出手 王平安目瞪口呆啊 这些人脑子有病吧 网络小说看多了 这联想也太丰富了吧 汤神医看到王平安的表情 以为自己猜对了 心里是更加兴奋 说道 你看看 我一猜就是这样 药王谷啊 葬送了多少江湖高手 都没有人能够平安的走出来 肯定啊 是有原因的 连顾家这种大家族 和药王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都不敢对你怎么样 肯定也是猜出了你的身份了 我他妈到底什么身份 你们知道个屁啊 我先人转世的身份 我说出来吓死你们 会稀罕这个药王谷传人的身份吗 你们一个个都是隐藏的网络小说作者吧 真会给我加人设 我不同意 汤神医神情激动 神情款款的说道 正因为如此 我才抛下一切 赶到这里接近你 寻求得到火神的机会 至于拜你为师 那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声音啊 这一切都是天意 绝无半点虚假 咔嚓咔嚓 这头顶是连续响过两道惊雷 就像是在耳边一样 吓得桃源里是鸡飞狗跳 一番骚动 汤神医吓得是面色苍白 抱头趴在地上 躲避雷电 王平安笑了 抬头看天 极力寻找躲藏在乌云里的身影 负责这片区域的神仙 还挺耿直可爱的 见不得别人说谎话 那啥 师傅 天快下雨了 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 等天晴了 咱们再接着聊 汤神医说着狼狈逃窜跑向医馆 可以的 为师这人最好说话了 王平安笑道 咔嚓咔嚓 又是两道惊雷落在王平安的身边 强烈的电流让他的头发都竖了起来 王平安爬起来就跑 在心里疾呼啊 师傅 救命啊 有神仙想用雷电劈我 你到底管不管啊 神农系统保持一贯的沉默高冷 懒得鸟他 很快 下了一场大雨 不过傍晚的时候呢 就停了 残阳 彩虹 让整个山村变得如梦似幻 风景是格外的漂亮 一些坚持看病的病人和家属 没有离开 而是选择寄宿在村子里的农户家中 此时出来散步 发出阵阵惊叹 疯狂的用手机拍着视频或者是照片 疯狂的占据着朋友圈的位置 这让有些荒凉的山村变得热闹起来 毕竟村里的年轻人大多都出去打工了 只剩下一些老年人 以及帮着年轻人看孩子的中年人 王平安早早的让来望和战伟下班回家 自己带着大黄狗 一边溜达 一边走向村里的旧宅 路过村口西医诊所的时候呢 本想去看望一下奶奶 不过刚走到门口 就听到米贵之那骤天骂地的声音 有些凄惨 王平安怕被殃及 索性转身就走了 他也算是看出来了 刚才那些雷电呢 或许是想警告奶奶的 只不过那个负责打雷的剑袭神仙 手法比较差 他打偏了 奶奶这种人呢 不管吃过多少亏 都不会审视自己的错误 只会把责任推卫到别人身上 现在住在大伯家 大伯和大娘在急镇上 开化肥种子农药店 很少回家 他和堂兄王又军住在一起 于是呢 就把最近几天倒霉的原因 全部归结是堂兄造成的 躺在诊所里 把堂兄的祖宗十八代 都骂了一个遍 不过 王又军的祖宗十八代 也有他的祖宗十六代 骂来骂去呢 还是一家人 幸好王平安是明智的躲开了 不然呢 也有可能被奶奶破口大骂 祖宗十八代 今天村子里是特别热闹 王文才一家人呢 也出来凑热闹 王平安走到村里边 小路口的时候 看到他父母 各拿着一根棍子 追着抽打王文才 他的父亲王景奇 一边追赶一边大骂 你这个混账小子 读书读傻了吧 老子花钱求人 给你说了一门亲事 你居然拒绝了 狗屁的自由恋爱 你有能耐 怎么不领回来一个对象呢 他母亲呢 走在后边跟着 奈着性子 揉声喊道 文才呀 你就跪下认个错吧 为娘抽你十棍就解气了 明天呢 你要是不去相亲 我再抽死你 王文才则是激烈的大声反抗 我不 我就不去相亲 我有喜欢的女人 你们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可以娶到她 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哎呦 爹 你别人砖头砸我呀 二宝 救命啊 第295章 燕雀安之 洪湖之至 王平安一点惊奇 迎了上去 护驻王文才 问道 啊 这是咋回事啊 下雨天打孩子 闲着也是闲着 二宝 你别劝了 这孩子上学上傻了 今天要是不把他打醒 他这辈子就完了 王景七愤怒地叫养道 文才的母亲也说道 别人家的孩子 这个年龄都已经有咋了 他倒好 对这事儿是一点不上心 家里的活也不好好干 不是想开网店 就是想打零工 这些年的学呀 我看是白上了 输到气头上 老两口呢 又是举起棍子 挥舞着 想要狠揍王文才 王文才激动地反驳道 我怎么不上心啊 我怎么上学上傻了 你们 你们根本不理解我 我的理想 我的追求 我的抱负 燕雀安之 洪湖之志哉 二老有点迷茫 不确定地问道 二宝啊 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熊孩子 是不是在骂我们 呃 好像是的 他骂你们是燕子和麻雀 王平安是个诚实的孩子 不忍心欺骗两位老人家 二宝啊 你这个坑货 我就被你害惨了 王文才吓得是尖叫一声 扭头就跑 往南地方向跑 我只是实话实说嘛 王平安一脸无辜地解释道 王景旗顿时是火冒三丈 怒骂道 这是要造反了啊 文才 你今天给老子等着 今天不抽死你 老子就跟你姓 咱俩本来就是一个姓 都姓王 跟谁的姓 不都是一样的吗 王文才一边逃命 一边辩解 哎呀 这孩子 这孩子疯了 连二宝都不如了 他母亲气得是浑身颤头啊 都没力气追了 王平安觉得自己又躺枪了 我只是傻 我又没疯过 关我什么事啊 于是村子里又是一阵鸡飞狗跳 不少人专门跑出来看热闹 看他们二老能不能追上王文才 王平安觉得天色不早了 母亲呢 该从学校下班了 自己呢 还是早点回家做饭 等父母回来吃饭 看不看王文才挨打 没啥意思 反正他今天这一顿呢 肯定是逃不掉的 早挨和晚挨区别不大 回到老宅 打开门 王平安先喂给大黄狗一点吃的 然后呢 开始处理食材 准备做饭 半个小时之后呢 母亲苏文廷到家的时候 已经闻到了饭菜的香味 二宝 今天咋这么勤快 怎么知道回来做饭了 苏文廷洗手的时候 顺口打趣地说道 妈 看你说的 好像平时 我没做过饭似的 王平安委屈地说道 苏文廷突然神秘地笑道 我家儿子真乖 对了 刚才回来的时候 我见文才挨打了 打的那叫一个惨哦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他不愿意相亲 不愿意娶媳妇 二宝 你对此 有什么看法 打人是不动 是不对的 当然 不愿意娶媳妇也是不对的 王平安言简意开地表达出自己的意思 苏文廷用他长达二十年教龄的讲课腔调 寻寻善诱 嗯 你看妈没打你 也没有催你 但是呢 你是不是 也该考虑 也该考虑这个事了 前段时间呢 来家里的两个女孩都不错 年龄虽然大了一点 但是大点好啊 女大三报金砖 女大四报金库 总之啊 我对他们很满意啊 妈 这事儿你不能着急 我还是个孩子呀 王平安抗议道 我又不急 我又不像你爸 动不动就要给你介绍瞎眼的女孩 瘸腿的姑娘 不过呢 我有一个同事 他家的女儿呢 年岁跟你差不多 外表挺漂亮的 只是有点癫痫 要不 我帮你们撮合一下 不要 王平安拒绝的斩钉截挺 自己返回仙界的大业尚未完成 儿女情长这等小事 没有心情顾及 我还有一个同事 他家的女儿身体正常 就是有点小胖 身高一米五吧 其重一百五十公斤 从数据上来看呢 还是很端正的 要不 不要 妈 我突然觉得 许秘书挺好的 顾清真顾总呢 也是极为漂亮的 我觉得呢 我可以和他们多接触一下 培养一下感情 将来等我有资格了 我就努力地追求其中一个 当结婚的对象 王平安及时醒悟 提出了替代方案 哦 许秘书我是见过的 性格好 人也漂亮 说话也好听 至于顾清成顾总 是不是太高冷了 一副生人物尽的模样 跟他结婚 我怕会很辛苦啊 对了 以前那个叫柯柯的女主播 还有联系吗 我觉得那个女孩也不错 就是吃饭前 太喜欢拍照了 柯柯忙着做直播节目呢 粉丝好像超过十万了 我们偶尔在微信上聊天 平时很少联系的 两个人刚聊到这儿 就听到大门外 传来王文才和他父亲 王景七的声音 二宝在家吗 我们找你有点事啊 王景七站在大门口喊道 说 我在家呢 你们快进来坐 王平安放下手中的东西 走到院子里 回应道 王景七走在前边 王文才垂头丧气 跟在后面 脸上呢 还残留着巴掌印子 天虽然已经黑了 但是灯光下 依然是很清晰啊 像4K高清影片一样 是这样的 文才呢 已经答应 明天上午去镇上相亲 但是 骑着摩托三轮去呢 有些寒酸 于是我就合计着 想借你的皮卡车用一下 王景七善笑着 说出自己的来意 车无所谓的 肯定会借给你的 但是文才的开车技术 我不太放心 怕路上会出危险啊 王平安说道 王文才不高兴了 说道 二宝 你太小瞧我了 我开车技术 在驾校里呢 都是有名的 教练都夸我了 说我练得好 拿到驾证之后 可以开车立即上路 教练跟你有多大的仇啊 要这样害你 下次见到教练 我非抽他不可 王平安怒道 哼 你这是 嫉妒我 王文才撇嘴 表示不服 王平安真想掏出车钥匙 砸到他的脸上 让他当场开端路试试 要是不熄火 不刮擦 自己就当面道歉 幸好 王景七知道自驾儿子 是什么水平 来回去驾校考试 骑的三轮车啊 到现在还没修好呢 于是就说 二宝啊 我的意思是呢 让你开车 带他去相亲 顺便呢 帮他长长眼 如果你能偷偷拍上几张照片 带回来让我们看看 那就再好不过了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如果明天没有突发重大事情 我就带文才去相亲 明天时间快到的时候 提前给我打个电话就行 王平安这才放下心来 爽快地答应了